走嘞 交集 各位學員 大家一樣 大家 這是第二堂課 這個第二堂課 說一些比較輕鬆的 像說比較輕鬆的 這個 真高興 有一個中國人 是中國的 改奉軍的 空軍的上校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中國人也有很多人 頭腦不錯 美國的計策 他也看得出來 這個上校叫做代序 他在2000年 2011年到2010年 要發表 兩三批的鞅槓 這個庫是由鞅槓的書 把它當落後 下出來 你看看這個標題 你就看得很愛笑 美國發明一個東西 叫做 GDP 什麼叫GDP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經濟什麼 沒有啦 經濟沒辦法我知道啦 生產指數 生產指數啦 這行善的基礎 用這個東西 給中國人 釣入 它的米粉陣裡面 什麼釣入米粉陣裡面 中國就一直在打拼說 這個GDP 每年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他要達到 甘英草莓 比英國更高 也比美國 超越美國 但是他沒想到一點 這個GDP 這個東西 是美國人發明的 當然這是 標明上 可以 給你計算 這個國家 它的生產 指數 當然生產指數 比較高 表示這個國家呢 會越來越強 但是真的是這樣 沒有 你要看他自己寫的 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證明 我們 相互所說的很多事情 合這篇文章 有吻合的地方 你看 從第二段開始看 第一 這是經濟操控 什麼叫 什麼叫經濟操控 他這個待續 將所有生產事業 分成二十八 包括什麼 航空事業 包括這個 所有 可以說所有生產事業 都分別別 這樣說有二十八 你知道美國 已經控制 中國幾個生產事業 二十一 這有標的 你看 他說 來 各位請你先看我吃 中國 購很多錢 給美國對不對 這都知道對不對 會煩惱嗎 一小就不會煩惱 怎麼說 美國會煩惱嗎 不會啊 因為 不用行 你給他想看看 你知道嗎 我每次說 爺爺 我就很愛笑 你想看 我最好 我給各位說 我哪 欠你一百塊 錯誤的人是我 我給你償一百塊 我給你償一百塊 我要行 我錯了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 我又欠你 我如果變成欠你一千萬 是你的錯誤 你聽到嗎 不用行啊 你會說得很奇怪 當然啦 一直到現在 中國人 他才知道 會啦 欠這麼多錢 所以美國的 副總統去拜訪的時候 他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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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美國欠我們這麼多錢 會還我們嗎 我們會不會有保障 美國怎麼說 當然會有保障 這一筆錢啊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我會好好的保護他 柱子裡面的一塊肉 會行他嗎 絕對不會行他啦 怎麼會不會行他 還會越欠越多 每個月就在整家 這個中國人 太太的說 這樣不對 這樣 這個外匯 這個國債 換買那個 美元 欧元 夭壽 一個買欧元的 欧元才倒掉 太累了 所以你看 他這篇文章 寫寫得有夠好 這個國語都屬實 因為中國人自己寫的 你看 全世界 沒有人說 善良人啊 你把好獄人 購錢 那沒有 只有國際上 只有中國 只有中國 中國是很散的 但是 美國人欠他錢 美國怎麼會賣 727波音公司賣掉 還是美國有很多黃金的啊 黃金拿出來賣 然後就行人錢 美國怎麼賣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不賣 因為美國不賣 你還被我逼迫 我就怎樣 對啊 我印二行你了 我欠你十億對不對 我印二十億 那十億就變下來 下一半 所以我告訴你 這是很貴分 中國人 拼命做工 美國人 拼命享受 然後 在這個時候 中國人 不要欠美國人錢 可以嗎 不行 你知道齁 全世界是都 古早 藝物 藝物 就是說 你生產什麼東西 啊我生產什麼東西 我幫你交換 啊現在美國人喔 頭怎麼也很好呢 在世界前 以後齁 因為美金 在這個全球啊 通用 路邊就變成什麼 中國說啊我幫你買東西 技巧 啊中國人想說 嗯 美國的信用不錯嘛 啊 又是你發電的國家 又是你 又印錢的國家 可以相信他嘛 啊 啊美元也很穩定啊 好 讓你記了 讓你欠少 啊現在欠少 欠在那裡 一拜 兩拜 中國人很開心啊 說 我很好去這樣 啊你的錢在哪裡 在美國啊 但是有一天 他要把美國討負的時候 啊 美國說啊我沒有錢 美國的財政部就開箱 說 印錢 啊所以中國 敢把美國討負嗎 問題啦 敢不敢 因為怎樣 所以你去年齁 我上課也要說 去年啊 美國還在發行公債 那個那個國債 跟中國說 你怎麼來買 中國說啊 我不買 你欠我那麼多錢啊 我不買 美國的財政部 部長馬上 對他們人選擇 你不買沒有關係 我自己買 你說他要自己買 他要怎麼買 印錢啊 啊美國一個 這個 中國一個聽到 啊我買 我買 我買 怕他啦 你印得到他 他手中的美金 補去嘛 夭壽我拿東西去換 換招 我可以說 美國也很貴運 我真的 很聰明 欸 我們要學美國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後來 以後 我們用正台幣的名 一塊美金對正台幣一塊 我對你走嘛 你如果報去我就報嘛 你如果聖誕我就聖誕嘛 啊不然喔 會叫他吃算的 所以我有你跟那個 我們的蔡吉原 我們的總理在講 說 阿伯這個鈔票要注意喔 你知道一個事情嗎 美國的鈔票 如果換一公圓色 可不可以說 現在是白色的對不對 白色嘛 來印鈔票嘛 如果改做紅色的 美國人如果改紅色的鈔票 他會升差不多 20%左右 為什麼會浪性 很多黑錢 扶不出來 你聽懂嗎 那黑錢也沒了 我們怎麼要用正台幣 我們這麼多賬款 馬上改變幣子 正台幣 正台幣 你放下去喔 那有錢的那裡 來給我交代說 你那錢從哪裡來 所以那黑錢就沒了 你是你連錢 你公務人員做那久 你怎麼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如果 這錢 台幣就是鈔票要放一下 怎麼放一下 你有錢可以 你先換 我們固定換說 200萬你可以先換 像那個 你要申報 你從哪裡來 那來源不正當喔 不會啦 我們不會沒收啦 我們會說 你是要進入思考調查 啊 啊 是要 充公 啊 如果沒有 變成 我們這合法耶 我沒有給你公平耶 我沒有用暴利喔 那有 沒有嘛齁 啊你補也應該啊 你有這麼多錢 要來啊 喔我做股票 股票都漏耶 可不是 我講啊 我們接著賬款齁 不動產一個人 不能超過幾間啦 你那麼多房子 你是要怎樣 你一個 一家 生屋而已 你要 住兩三間哪有可能 啊不然 不然 不然不通風啦 不然俄後的 那種的 那種的事情齁 我們買房子啦 齁 啊你就有家了 我們民進府 十八歲以上 都上一家了 啊 頭路給你啊 你那些錢 要做什麼啦 咬拍你的孩子 謝謝你 所以你看看齁 這段很趣 這段他寫的喔 不是我給他添進去的喔 他說齁 二十八的產業啊 美國控制二十一的 這是根本上次的 升級的 升級的 浮底抽薪啊 多少年來啊 當中國沉迷於GDP數字啊 跟這個外貿進出口 學的時候啊 美國一直 一直喔 隱密的實施的 對中國經濟的掏空戰 美國借中國的錢 再投資到中國 消滅中國的名牌 控制中國的礦產 入股中國的銀行 炒中國的股市 樓市 但是呢 美國啊 不能溫存給中國 來購買美國的企業 不出售給中國高科技的武器 反許中國 只許中國大量的精神啊 收買美國的債券 很好笑耶 尤其喔 是借給美國的錢喔 供美國循環使用於掏空中國 你看喔 真的耶 中國這麼有錢 要去美國的產業 企業喔 企業啦 你如果要買房子 他給你買喔 這步美國要創作什麼人 日本啦 日本那人很有錢 你記得嗎 喔 社會 因為我那人住在社會 夭壽喔 社會大軚的大樓哦 一軚一軚都日本的資金啊 過十年以後 都還不讓美港呢 他經免賣掉了 有夠趣嗎 在美国人这方面 我们老爸的财经年 因为年轻人要去学习 这跟抗质也同样 你看这都属性 这人国的都属性 你看中国 这个高官 对一个孩子没送去美国 美帝国主义 他都送去美国 在美国大学都拿美国状 生美国孩子 你不觉得很猪蜜 只说反面美帝国主义 其实他的儿子他的孙都是美国人 猪蜜 所以这批文章 所以CIA想要用这批文章来教我 有他的道理 你看我把他拿过去 很猪蜜 这方面的势力 不胜每一局 他说参考于北京财经大学教授李平原 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 前几年的演讲 外资并购于我国产业安全 这个我国不是我们的 是中国的 你搞清楚的 他的新华社出版的那个 盛世狼烟的这个写在里面 他说美国一方面火上天流 鼓励中国发展房地产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贵到一踏糊涂 上海的房子不比我们台北 上海很贵 上海很贵 你看一方面阴谋暗算中国的战略产业 例如啊 以赠送二手的波音707啊 组装卖 卖到飞机啊为诱饵 当然还有其他 可能收买的那个见解的方式啊 一次搞死了中国那个 箭矢的飞机啊 这意思是说什么事情知道吗 他说喔 然后以他们的飞机啊 全部占领中国市场 因为哦 707啊 他的研运送给中国 二手的都送给中国 中国用他的研运去做他的战斗机啊 箭矢啦 运矢啦 啊这个战斗机做做的啊 做做的啊 做做的啊 他自己的 中国到今天为止喔 没办法生产 引擎呢 中国人没办法呢 所以他的战斗机 不是把英国买 把法国买 把国人买 他自己本身没有生产 战斗机的引擎 这种的国家要跟人们收拾 红台的比较大部分 今天啦 红台比较大部分 所以看 空军自己删的啊 不是我们删的啊 不是说我们 你把他吐槽呢 他自己删 你再打他很厉害 他说喔 譬如喔 中国的火箭发射 美国卫星啊 一上天就爆炸 毁坏中国运载火箭的声誉 他拿了保险 那人就跑了 有啊 美国也有说 叫中国可以发射卫星啊 不知道是哪 卫星起来喔 爆炸啊 爆炸啊 他要发射的时候 有他买保险吗 炸零保险金 所以喔 美国外头都探钱啦 啊 中国都在了解啦 啊 所以你多少 我会费 我没有外産 还把他捂了 他会倒啦 所以我就是相信 中国会倒的原因在这里 这自己删的啊 所以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在爆炸所看的喔 你都看不到很大的事情 喔 中国发射卫星喔 过去一天喔 爆炸啊 还没给你删啊 没给你删说他爆炸啊 是就应爆炸 他自己删 这中国的解放军的上 上校给你删的 处理 他说喔 他的卫星发射以前啊 保密为友 不让我们看 谁知道 他是卫星还是炸弹 中国喔 发射炸弹 欸 几次了耶 不是一次了耶 所以现在中国喔 他没要拿 美国发射卫星啦 你想啊 美国自己本身就在发射卫星 啊 自己没要发射 来拜托你中国 还给你保险 啊 头脑有够好 拜民政务 来探紧啦 来拜托中国喔 给他发射卫星啦 还给他保险 猪蜜 他说喔 这方面的例子喔 太多啦 总而言之啦 让你喔 是在这 长肉 不 不长骨头 啊 啊 这实在 我实在喔 看这文政喔 我在家也是这样 我看一只一只笑一只笑 啊 哪有这么强的国家啊 国家 国家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喔 因为喔 就是说喔 有肉 有肉 可以 只有肉以后 他 可以吃啊 你有骨头 他就有力量啊 他就吃不住了 所以喔 美国你去吃中国啊 给他生肉就好 生肥的时候喔 就胎 所以我们叫中国人叫什么 豬嘛 哈哈哈哈哈哈 美国喔 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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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可能 老很多人做到乒 真的老很多人 那郭台湾 我跟你说 你看看 郭台湾 真的渡人 我我没有评 但郭台湾本身是中国 但是他来 那是那的 太太 Tuyo 那就是台湾人 那他台湾人 他太太喔 好像 她家的家有钱 还有帮帮钱 也要我不要说她 美元陷阱 美国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 在暴露美国的金融体系 的困难的当时 也突然暴露出 中国秋冬有1万多亿元债券的惊天事实 本来中国人也不知道 全世界没人知道 原来中国有1亿多 1万多亿的美元债券 他们中国里面的国家也都不知道 这个金融危机一个爆发 他们都知道美国欠了1万多亿的债券 谁说中国的高杆已经知道 拿不回来啦 因为美国很厉害 中国人贪 他在给他买债券的时候 有回扣你知道吗 回扣都什么人去拿 高杆在拿 他要给你拐 你老师现在在纽约大学 你认识学位也对吧 你来买债券啊 你主管来签 买这个债券啊 我拿2%1% 放在你美国的虎头里面 中国的高杆最好 插一插一插一插 反正好就好 所以高杆哦 高杆在美国的存款哦 近距 可能的是什么 8% 所以第二点哦 他说他想要说的是哦 这些钱啊 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的财富累积啦 啊现在大部分啊 去美国去 你要看 各位 没见经买到贪钱呢 没见经买到 从国家对方的钱拿起来 用啥 用头脑 啊台湾有的给你做了 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外销全世界 这就很厉害 我是检察官 我要去贷款你的账号 啊 一趟就检察官就怕死了 那钱都在那里给他 那那些诈骗哦 诈骗很多钱 我就想说 那诈骗集团哦 都不知道说人的弱点 啊现在说中国真好诈骗是什么 公安 我是公安 你应该来报道 啊你有六个钱 都老是他说 啊说他说哦 你要放在我这里哦 帮你保护 然后调查以后 钱再还你 一去都不悔 所以哦 我们台湾人的诈骗集团 贪四条的 美国是贪大条的 哦 全中国的 一万亿的 债券 我都想要不要买 絕對不到买的嘛 要买的 要买的嗎 會啊 鈔票啊 我印給你啊 所以實在是很厲害 只要跳出純粹經濟跟金融視角 就可以一目了然 美國已經通過債券 綁下了中國 中國無法拋售這些債券 否則只能讓這些債券早日貶值和更大幅度的貶值 美國還在威脅和利用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債券 因為如果中國無法買 美國的經濟不能振興 早日來復甦的時候 這些債券仍然一文不值 所以人民幣還要升值 影響到以出口為止的工業體系 美國就是利用這個月來恐嚇中國 而將錢送到美國的口袋 各位 我要說這個 是要提借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美國這麼省 我們也要購買美國 以美國為師 以中國為借 所以我們阿伯會有很多錢 如果我們要購買很多錢 美國有一天要用這個錢拿去 我們說好 南海我給你開發 給你10% 他說好 阿伯會幫你揣啊 他不只幫你製造一些緊張啊 保護啊 他如果要叫我們買軍費 我們要買嗎 當然也沒有 為什麼沒有 沒有 它贊領台灣你不記得 贊領者要補給我們 你說潘映席你給我贊領 所以現在美國對波多利哥一直要去屁面 波多利哥的人也很聰明 公投都不會過 他說要獨立都不會過 波多利哥的人說我怎麼獨立要幹什麼 美國如果要欠錢你拿來給我贊領 啊母親也要買啊也要做兵啊 所以波多利哥的人生活得很快活 所以美國國安局告訴你喔 喔 夭壽 波多利哥我們一年花很多耶 我一定要把他拼給他喔 公投要讓他通過 要讓他建國 上沒有幾個月我告訴你 公投他又不會過 我告訴你啦 不會過啦 沒有人太傻的啦 好 才會讓美國贊領 真的好 才會讓美國贊領 所以我們如果很希望美國贊領 拜託又繼續 但是喔 繼續整個繼續喔 中文明要給他掛桌 我們不用買母求啊 我們不用做兵啊 我們不用繳稅啊 繳稅怎麼會這樣繳稅 我們只要稅收 要稅收而已 我們要繳稅啦 所以呢 一定要知道台灣的地位啦 這繳稅的事情啊 跟美國說你是占領者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顧美國 講是講三個結論 其實是五個結論 台灣人沒有國際 台灣人沒有國際 台灣人沒有國際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儀 第四個 修法院 美國修法院要求 行政單位要來協助我們這些的原告 所以他不需要協助我們 先進民政府 去美國設立 然後再跟我們開那個 那裡做集會 第五點 這兩條 美國會法院生任 怕力 要求是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台灣的占領中 郭英的辯論就有講啊 郭英的辯論是法官問 那個國務院的律書啊 你認為 你認為究竟那和平條約 那已經無效了嗎 美國的國務院的辯論是法 還沒回答以前啊 那個看一看又說 我來替你回答 台灣仍然 就這樣和平條約 仍然有效 你說喔 日本的 日本的是台灣關係法 跟中美什麼 共同防疫協定 要來取代 No 古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的參與與與與 美國的眾與與 通過 這是代表憲法 所以 因為那裡 你可以證明說 今天美國有信任說 還在軍事佔領中 所以 拼頭不要拼死的 要拼完的 那折領中 你要執行啊 你美國你要執行啊 你折領 你有折領的任務啊 你不可以 你折領 你放著不管啊 所以 我們一直要向美國要求這點 再來這段很特別喔 你看看 他說喔 中國的錢 為什麼 你去美國拿去 你可以拼得的 等于断送了现代化的前景 谁都知道 现代化就是工业化 没有钱怎么工业化呢 中国因此也没有基本的国家安全 因为一万多亿元美金 没有转化成任何一点的国防能力 美国不卖给中国军火跟高科技 欧洲也不卖 只卖给中国债券 拿着买他 拿着买给中国 美国拿到中国的钱 等待机会等待中国破产的时候 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 然后再高价剥削中国 因为中国现实的写照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文章看 你不要看报纸 你就会看报纸 你如果没看 都不知道中国很强 美国欠中国 欠很多钱 会将台湾购掉 如果说台湾购掉 那都笨蛋 你看这篇文章就知道 会吗 有钱吗 美国要购买台湾 不可能 他用台湾这个土地 中中国 中到外面 这只大鱼 但是我 中国的我问 那个事 你美国对台湾 对中国的政策 到底是什么 他说 我们不会消灭中国 我妈妈不会消灭中国 这好片 怎么要消灭中国 我做工 我为什么要消灭它 当年1966年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 苏联本来是说 要将中国的核子武器消灭 他跟美国照会 美国说 你消灭中国 等于是 危害到我美国的利益 你怎么听没意思 日本也没要让他去 去消灭中国 发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 他想怎么组织日本 来发动这个建政 他就怕日本去消灭中国 消灭中国对美国是不利的 因为 让日本人 去透军国主义 处理很多 美国要赌 全世界大战人 打去美国 只有日本 你要想想 日本人打去美国 所以日本也 美国很怕日本 现在 我跟美国说 你不用烦恼 让我台湾来关日本 所以 他们听得懂 我们够更傲 实在很聪明 够更傲 这样就对了 美国为什么不购买中国的债券 为什么不抛售黄金来救美元 为什么不出售波音公司救他的金融机构 所以说 你欠我这个人 你不要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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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只要有工业在 有资源在 美国就一直 会在军事上 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别人就得继续给他钱 他什么也不在乎 他牢牢抓着工业 高技术和资源 英国金融时报 他说中国掉进美元陷阱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将大部分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 不断的注入美国国债市场 尽管明知美国金融市场凶险 但仅三月一份一五月 中国直接持有的美国债券 就增加了数亿元 这个事情已经超过 现在这份文件的时候 八百亿了 八千亿了 现在是一万多亿了 现在已经一万多亿了 继续不得不充当 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源 这是一枚不值得骄傲的金牌 我们中华民和普策都说什么 啊 中华民和普策都说什么 八百亿了贪很多 啊 台湾就怕 哦 美国会给我们出门 放心啦 和中国的解放军就知道说 不出门啦 那不好啦 那你老伙子更放心吗 放心了啦 他自己下来的 不是有我们下来的 不是怎么说的 啊 这也是实情 所以美国实在厉害呢 但是我们台湾人也要厉害 台湾人要厉害好吗 好 好 这么小你没厉害 好不好 好 那厉害的来 啊 华盛顿邮报 5月26 的文章啊 以细弄的口吻说到 中国 出人意料 从国际金融体系 胆确参与者 摇身一变 成为不耐烦的敲捉者 作为国际金融系核心的美元 一直一旦贬值啊 中国政府啊 势必知道 亏钱 你要看哦 表示中国可以发脾气吗 不行啦 他发脾气啊 美国啊你发脾气啊 我贬值 你看他去变 变 变 人民币了啦 生子有没有 欧巴马好有国会 又败呢 一直败呢 你生子那么晚 中国就怎么 他要生子没有 他也没有 他生子在 保佑的那些国债 都越来越无效 所以他生子一家人 他就无效一家人 就变一家人 那说一说一家人哦 那数量那么多 怕死人耶 没钱没钱 但是他说不做东西 美国有办法 也不行啦 这好像 这好像 那样做 麻灰 麻灰同样的 吃毒同样的 那吃下去了 那没吃 他那老百生 没钱了 那现在 吃到很多 资在这 里面通货膨胀 一直起 一直起 然后变成卧土生化 实际说 让那十五六英 也很可能 不怪他们中国人的心态都会改变 有钱就好 出门什么都没关系 我们台湾不能去给污染 所以我绝对相信 我们要更快的 困年四千名 我们这卧土跟美国对抗 这卧土跟日本对抗 这卧土跟中国对抗 我们要用头脑 因为我们金髓嘛 台湾一堆堆而已 但是我们用国势的法律 用我们的地匪 诈骗集团可以这么那样奉行 我们也可以奉行 我这个比喻 我就是不适当 但是标识说 台湾人的头脑应该可以 所以我对台湾人很有信心 诈骗是不对的 但是你也可以想 你也可以想说 那些人有办法这样 骗到那些中国五岁 我们台湾人头脑跟这些好 怎会不会用头脑 来自我们的国家上面 我没有这个比喻不太好 比喻不太好 但是值得大家省事 你把它变成第二页 所以中国想方设法 减少美元贬值的风险 最牢靠的办法就是停止买入太多美国的国债 但这将使人民币升值 对啦 它不知道要怎么才好 不然它买 它只要帮疼 收也疼 不知道要怎么 从而加注出口的困境 所以中国千方百句寻找能够 走出美元陷阱而不会 推高人民币的办法 它希望能够更多的通过人民币的结算 想以此来逃逃离美国陷阱 这就有一些可笑了 这好比说老虎鸡鞭的赌徒啊 绝望的增加赌注将使损失啊越加凄惨 你想啊 现在中国的困难在这里 你听到吗 所以中国不要派 它对台湾现在不派了 因为法律起来 它知道了 知道又不是土地了 所以它对我们不派 我刚才说过 我老早我有意识 说中国会对台湾这个土地 越来越好 真正的 我没骗你的 红地毯 但是我们不能中处 国家怎样就不能跟中国交 你看看 他虽然那些钱 救的美国其实没有 没有 是美国肚子里面的一块肉 受着美国保护 你要拿到那个肉脱来吃 不可能 我跟你说 来 他说 在美国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战争困境的时候 美国的战略家 也为中国设计了一个金融陷阱 当年美国整苏联的时候 曾经设计一个军备竞赛的大战略 又使苏联把钱都变成黑乎乎的核武器 苏联光核潜艇就造了三百多架 核弹到了一亿吨 一亿吨的那个楼 核弹头几万枚 最有名的是 星球大战计划最后弄死了苏联经济 这当大家都 这大家看部罩也知道嘛 那当年 美国在骗 骗苏联说 噢 他的星际大战 他太空发明什么 现在苏联 晃晃晃在地上 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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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样 没得到地上 在地上 在地上 这些东西都熟熟你买 你看那些 中国那些 航空母舰多少买乌克兰 两千万美金 一家航空母舰 美国做一家多少 五十九亿美金 他变作飞机 你买那村 两千万美金 所以那些哪些建筋啊 我知道头肚给你做那些 那两千万美金 不然我们这些 轻轻的 我们也可以买一家 不然买两家 我告诉你 所以你看 我都想一想 中国人怎么在家 你头脑买 我就想 一张我想 真的头脑很坏 所以我们台湾 民政务 现在刚刚起来 一定要头脑很好 很精 我们来做台湾的精英 好吗 不 对啦 我告诉你 不用说就要武器很多 不用啦 不用啦 头脑 用建签法 我相信台湾过很好的日子 希望现在还无法判断 这次金融危机啊 是不是美国战略家有意设计的 我所理解的是 这边的金融危机啊 是美国的金融设计的 这美国没关系 我们中文没关系 我们对他后面 要保护他 保护他怎么没关系 啊 我们实际上很坏 我们台湾 这个土地是在亚洲 美国在亚洲 看一看 脆脆 没土地 存一个尖叫做台湾 啊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啊 勒索美国啊 你不要勒索吗 要勒索美国 要怎么勒索 但是呢 比我们台湾好嘛 啊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这些少年了 现在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这些少年了 你都有机会 你是我们第二代的接班人 要勒索 对付 不要用对付 这两个是不好 和美国合作 那好听话 但是这个合作 要对我们好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 要够最好的日子 美国出钱 补起 美国出钱 中国一千几个的飞丹 说台湾 哎 欧巴马你去处理 跟台湾没关系 是怎么说没关系 咱欧巴马 哎 中国一千多多枚飞弹 对美国呢 怎么对美国 我是你的占颠地 对台湾定义 对美国同样 对美国同样 所以台湾人现在都不选 自己的事情都懒在自己身份上 哦凯达哥兰 来抗议 来给市委 放肚 要去AIT市委才对 什么去凯达哥兰 你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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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去AIT市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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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Lebong 但是呢 时间还不够 时间够 我会跟你说 哟哟 说时间够 雅宅 雅宅做生工 西中的 我们去日本的西中的 雅宅會来的 如果你没做 如果你五千块 我希望你做石油 因为我们后面有机会会签到那些 我们做的都是同样 一张衣服两张口 男人是一张衣服一张口 做的都是同样 我们有机会 像我们上海欧巴马修理来的时候 我们就参加一个丧礼 丧礼是AIT一个很大的改革的人 我们有去参加 参加的时候 我们十几个民政党的官员都告他 给我们协议 補充给欧巴马 因为欧巴马叫他来选 协议的有一个结论 因为这些人看见 那些肉都不是饭的 说很舒服 说我们很舒服 所以美国在给我们定义 你们这个团体三项 第一 这个团体遵守国际法 第二 这个团体不使用暴力 第三 这个团体使用不合作 因为我们拒绝选拟 所以美国现在第一步 对我们的影响很好 希望他继续保持下去 一步一步 把美国设计好使用地坛给他 来这里替我们出钱 那这样不好吗 好 好 所以说到这个说 金融危机是不是美国的战略家的设计 但是我一直很怀疑 为什么别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 都是自己的货币一文不值 为什么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美元不贬值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结果美元也没有贬值 为什么 我们都没收到对不对 所以说这可能美国的战略家 受设计 他说我把这个疑惑啊 在上海的新民周刊上啊 他有点点这个疑惑啦 一切重大的历史真相啊 都是国家最高机密 美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韬光养晦啊 地球人都知道 美国的真实意义啊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你要看哦 这美国跟我们讲 不是蚌顶很多人 你互不跟他们有啊 我从来没有回应 我这次我有你讲的 我跟美国讲的 你讲哦 你在急什么Roger 你看我们美国什么时候 对哪一个人骂我美国 或者哪一个国家说我美国怎样 我做过回应 他从来不回应 所以我赢到这个他的精髓 不要回应 你也要赢 我跟我们的王军说 你赢了我们的 不要回应 你不回应 他衣服没有 你落身 他不知道 他刚刚聊了 他就阴死 所以不要回应 不要回应 久来 人家会当作笑 因为现在小人也很多 不过你放心 我们叫应该走的路 勇往直前 那就对了 所以他这个所在 也是同样 他给我们教 这不是我生 这是中国人的解放军的上校 我像这人勇往不就 变成将军了 他把他拆下去 中国转移不去了 这批还让他在这里宣读 因为现在中国也在看电视转播 我现在把他强调这个待续 他会害我没骗你 不过很高兴 如果有机会 这个人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请他来演讲好不好 好 我们邀请出 跟他邀请 待续来演讲 来 来 过来 很趣 不管是不是美国故意制造金融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将利用这边的金融危机 全面洗劫中国财富 彻底抑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伊拉克战争前 每那个石油 25块一趟 冷清控沙尼伊拉克战争之后 石油价格被堆高到140元 恐怕死人 为25块变成140块一趟 我们在那个价位的开始战略储备 我们要知道 世界上很多大的石油公司都在美国人手上 而且石油是用美元结算的 价格高 美国当然可以从这个地方弥补自己的损失 中国的损失从哪里来弥补 但是美国没有料到的是 俄罗斯趁机会起来了 因为它是石油的输出国 美国一看 这不是洋虎疑患吗 于是又开始打压 正是从这个地方 我在2004年看到美国绝不敢打伊朗 当时俄罗斯连续给伊拉克先进武器 想激怒美国开战 因为那样石油会占为200块钱一桶 俄罗斯会加速复兴 但是美国人没有上当 美国不仅没有打伊朗 又从伊拉克那里准备撤军 美国人是头脑夭壽好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中国人的分身真的很准 没怪CIA会拿这一篇文字 你说你去打看看 还我这一篇打几天 我说你会打几天 乌糖我是感觉一方面 黑肉米国糖很好 所以我就说 刚好我们这期 想想就说 快点接钱 要让大家来 因为他一样 你会对真的 生态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你有跟他这一篇文字吗 有 他那中国人是我的 不是我 他自己是我的 你要看 好 看 还有很趣 打压石油价格 肯定有利于中国 但是美国有办法 让中国获利的部分 跑到美国的手里 美国一面红着中国 继续买他的债券 一方面又居心叵测的 在中国周边跟国内制造麻烦 从直接的动机上说 在中国周边制造动荡 乃至引发战争 是想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 或与外敌发生对抗 或引发国内冲突 从而达到 违缘区域 应该是违缘 以违缘区域 把中国的资金赶到美国去 不仅把外国投资在中国的资金赶走 还把中国自己的资金赶走 也就是说 中国只买美国债券还不够 美国还要中国 还要把中国所有的财富和未来 也全部要拿去 只不过用的手法 格外隐蔽就是 我们既然 我们既旧了当下的美国 又毁了中国的未来 除去心头之腹 此举 此举啊 比用军备竞赛来拖垮那个苏联 更高一筹 我们当要看清楚并记住这一点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事情 将会先深切的影响到未来五十年 乃至于更久的时间 你看这些东西就知道 美国要撤军 有原因 酒油 买起也有原因 都设定在控制 美国 现在美国要操作 我们要因应 台湾要因应 国外都在座都是参议员的 贵族 你若是参议员 有很多政策要订阅的时候 大家都有结印 所以我跟你说 3月2号 拜托一下 一个人介绍一下 最早 要来最早 因为我们要4000名 我来你看第二 外交啊 潜自大挖中国的盟国 全面孤立中国 就是像吃螃蟹一样 一根一根的掰断中国的腿 东南亚20世纪60年代 美国是东南亚的敌人 中国是东南亚的战略后方 特别是越南 中国对他有救命之恩 越南对当时牺牲在越南的 中国烈士树的墓碑都称之为 世代感恩碑 现在中南亚基本上成为美国的政治 暑地越南是 清美的程度远超过侵华 厉害 本来是你跟越南在做战争的美国 现在是美国的盟友 盟邦 美国又带他 又送他这个武器 准备啊 要跟中国战争 厉害啊 你中国好好的朋友 他现在跳海关的 所以你看最近中国对南亚啊 黏酒酒啊 本来怎么不习发动战争 你记得没有 现在怎么没贏 这中国哦 他出去了 所以 他们这中国人的开放 我们下的文章啊 大家要深切了解 所以你看看哦 这个战争这个有良心的人 他生这批文章是什么 因为他要跟中国的北京的高层接触 那个高层没在乎 现在没在乎 像这种的 他有看法 他有思想 所以他就基本举行什么 演讲会 美国很厉害 录音起来 拿回去 跟翻译 拿给我 那中国人啊 现在才说 是啦 这个人 你北京怎么没好好给他重用 但现在没了 没给他重用了 所以我说 他要选中军啊 很难了啦 也不要叫他聊一关就算很好了 所以 翻译戴续 来台湾民政府演讲 好不好 好 希望他有听到 我们你把他搖给唱 我如果 我如果一遍 我如果讨到他的文章 这篇文章 我就拿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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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不知道要怎么这么好 美国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 我看他是没有文化 来 继续看 由于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 中国失去了很多真正的朋友 有人今天还说中国的朋友骗天下 把有外交关需等同于朋友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中国真正能够称之上的朋友的 就是身边的三颗小卫星 朝鲜 缅甸跟巴基斯坦 我有说 你会记得吗 我说 美国要将中国的三颗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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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也就是掰断中国剩下的三条螃蜡蜡蜡 中国是真好吃的 大甲蜡 大甲蜡 真好吃 美国爱吃 三个嘴而已 这三个嘴 每个嘶嘶 没了 可能 朝鲜 朝鲜与中国的关系 人尽 尽人皆知 用鲜血与生命 凌晨的战斗友谊 你看看 1950年 中国派解放军 志愿军去朝鲜逐渐 看如何就好了 但是现在朝鲜半岛形势上 是世界上紧张 这个背后就有美国的战略阴谋 美国发现 朝鲜是中国周边唯一一个 它无法差足的地方 朝鲜一再胡闹 根本目的在于要和美国直接发展关系 以延续政权生存 看透这一个底牌 美国于是涉及说 让中国为它伙众取利 它不断刺激朝鲜 让朝鲜拼命发展核武器 威吓日本和韩国继续抱紧美国大腿 同时在国际上损害中国威信 制造中国无力控制朝鲜的事实 同时激怒中国制裁朝鲜 因为朝鲜拥有中国核武器 中国也将受威胁 一旦中国对朝鲜动作过大 就会把朝鲜推向美国 美国就会顺势在中国陆地出口上 堵上一块石头 所以美国现在对朝鲜核武器危机 一点都没有危机感 因为美国它在观察 它在观察 以其用不战而趋劲之兵的办法 掌控全部朝鲜半岛 加上日本美国针对中国战略 桥头堡和战略的预备队的实力 就厚实得多 这同时也可以用来对护俄罗斯 以侧应它在中央的东进战略 如果我们再不再有作为 朝鲜倒向美国是必然的 而且会很快 所以我判断西藏新疆之后 东北沿边 沿边会成为中国下一个动荡的地区 只要美国控制这一个地区 美国一定会制造大规模的重担 我们可以想想31475事件的外困就知道了 75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新疆暴动 所以你看看 美国的战略 在这中国人的开放军的形容底下 你就已经都知道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中国人分身得这么清楚 给你看 所以你如果看这你就知道 世界国座上前主席 在发展的 在进行的 到底是什么 314 314 314 这也是在中国发生的 这314是西藏 西藏有一个 314有一个大屠杀 那些是开放军纪没有 314是西藏 75是新疆的 维吾尔子卫动荡 缅甸是毛泽东时代 为中国经营下来的战略资产 但是前几天 缅甸政府军突然对华人自治区大动干戈 学习博感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有两个事件 跟这个地方有关 他说一是不久前 缅甸以国家元首的规格 接待了美国参议员吉姆尾布 二是美国 中国啦 中国 美国参议员以外 还有什么 西藏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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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也跟汪山主席去面 各位 汪山主席也有派代表 我们民政府跟我们基民 很出名 这个我现在不能说 这个转播又说 还有几个 都有 但是我现在没说 我是狗的 二是中国已经筹备 四年多的缅甸油气馆扁月动工 但是这个东工已经要停止了 已经停止了 已经停止了 你知道吗 对 就切回去了 中国人 中国人也有事 我没骗 所以看看 中国滑派 是台湾的布杉 不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布杉在派而已 你看这就知道 这都不是假的 这白杂黑梨的 你就去蚌町去看看 他也有 这个台湾的文章 你就看得出来 哼 会害啦 中国会害啦 中国修了这条 可部分摆脱麻六甲的困境 但是现在这里突然打起来 而且首先是在华人自治区 缅甸是中国西南重庆成都跟昆明三角地区的出海口 打空这一个点就可以避开麻六甲海峡 节省三千公里的海路 麻六甲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不到三公里 一挺机枪就可以封锁 现在在美国控制下 这也就是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最便捷的通道 中国与非洲欧洲东亚的贸易大部分 这个要走印度洋啊 而且这个印度还处心俱立 要在印度洋上找中国麻烦 缅甸的出海口 对中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啊 美国不遗余力予以封锁 环球财经啊引述一位学者说的话 缅甸军政府啊事实上对中国也不信任 他现在对中国好 是因为被西方制裁的他无选择 只要一有机会 缅甸会利用一度东盟平衡中国 如果美国跟西方对他露出笑脸啊 他马上会铺红地毯欢迎他们 现在美国为了牵制中国 对他伸出援手 国感地区啊领导人彭嘉森说啊 缅甸军政府很想美国印度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美国发展关系啊 军政府急于要证实自己不是中国支持的鬼脸 也就是说军政府啊 单挑国感痛下杀手的原因 同时也试试中国政府的反应 各位 对东南亚这个地方 我相信利用这个口 大家就知道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想这个口 我们有时间 我们不只是 中国的学者的文字 我们拿着拆 中央的文字 我们拿着拆 我们对整个国家的经济 都要很清楚 这样台湾才能行存 你不是只有台湾 小小在这个台湾海峡太平洋的地方 这样要来行存 不可以 我们就要和全世界 尤其东南亚我们很想 西拉蕾要说南海的时候 叫西拉蕾跟我说 叫我寻文字 所以南海的文字 哪有寻文字 你去我们的蚊子看得到 就是他觉得说 你去台湾生活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看 我的眼光 这一步我的眼光 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这个手臂 我都算得很清楚 当然啦 美国有帮你们帮忙 我相信 后面日本也会帮忙 所以台湾 日本 美国 建立这个三角关系 尤其是台湾跟日本 有一个日台共同联盟 建立尤奥 互补补补 日本很好 台湾也很好 问题是 这个导弹的中国人 要请他回去金門跟妈祖 因为AIG已经被我们宣布了 金門跟妈祖是中国的 那不是我们的 我们不要受伤 当然 过去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有很多福作非为 这些人要追求补偿 我们可以来处理 再来 再来这批 他说巴基斯坦 现在差不多说缅甸 现在来说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由于阿富汗战争 美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基斯坦 美国控制巴基斯坦 有战略上的双重用意 一把一是抓住伊斯兰世界的龙头 因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内心里相信文明冲浦的美国 对此是不会放心的 他怕这些核武器在伊斯兰世界里面 扩散 那西方世界就乱套了 所以反恐一开始进入巴基斯坦 把联军的后勤基地放在巴基斯坦 同时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占领巴基斯坦 相对于中国等于是自己的邻国 在战略上已经基本失去可以依赖的价值 中国原建的可以直出印度洋 瓜德尔 瓜哥港处的美国飞机威胁下 这是例子 就是说中国避开印度 牵制的地方 现在很麻烦了 至于美国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围堵中国的事情 就不说了 你要看 联合国 美国 苏联和中国投什么 否决票 要制裁伊朗的时候 他投反对票 有没有 你有看到吗 有很多人说奇怪 他为什么去投反对票 原因在这里 中国苏联和伊朗 没得比较靠近 他出海的地方 你看你问他说中国很好 中国是这个东方 美国说韩国 日本 再来就是菲律宾控制的中国 他挑战不要说台湾 台湾的基地都是美国 台湾三个卫星基地 越兴卫星基地 新竹的乐山 二十四个美国 防守 没中华民国的平衡 三个所在都没有 长滨 海军陆建队 华联 加山 青泉港 青泉港 10天有班纸在北斗美国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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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 咧 咧 咧 那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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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的中间 都在锡杯钢锅 所以已经是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没要出来 没要出来没要紧 再过去就出来 我跟你说 但是在我们自己要不准备好 台湾民政府还没有准备好之前 我们还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做这个好 其实美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在香港说的 马英九五分钟就把它解决 之前去钢锅再造就是了 但是再过来 再过来 你有能力接管吗 没有 他要给民进党接管吗 不可能 民进党接管就是要给中华民国接管 所以他也跟你说 你台湾民政府 是给我们接管 你们不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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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白和古巴 kır了 走走共产主义去 しくhora cold 下 Germans 你不用怕说美国买进来,美国没买关台湾 你要怕是什么,恐怕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这是大家心情苦苦,在这里困两天三天的原因 所以在一个高级的行政班里面,我也是这样 因为开始这些人员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要知道 我想说,也要找一个时间,让我们大家 切底对美国所有的单位的政策 要让我们所有的高级参议员和行政官,都要让他们知道 这样呢,我们要进行,才不会走去,走不走的路 这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你没有人会觉得 我要说,这么很怒吓要做一个官就要一天才不来 那你上客?你会准备麻烦啊,买? 买啦,买啦,买啦,买不? 买啦,买是不是?买啦,买吧,买吧,买,买吧,买吧,买,买,書 你要算很好 上几天要求 就去做官 这么好 贵族啦 要不然我们大家互相 我不是啦 你都是贵族啦 菜里面都贵族啦 真的啦 所以喔 你要去接这个政府 你本身的程度 能力 要分 你不能说 我年纪这么大 怎么有效 这不是你看年纪的 要看你有太多分年 美国是怎样不需要一声的政权交给你 我可以故意说 他绝对不交给民进党 绝对不会 跟他说得很清楚